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再看下边 据说这是有35个弟子 你再看下边 场面还是很大的 赵本山 收图仪式 你看旁边还写着 喜乐为民本山 得意双心 赵门弟子 这么一个仪式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 你有很多传统的功夫 我们传统的手艺或者传统的某些艺术 真的是要磕头下跪的 你比如说传金句 传昆曲 这都要下跪 你不也跪过吗 以前你去学变脸吗 没错 我跟你说这个事吧 有些现代社会很多现象 你不好一下说 比方说我给你举个例子说 说相声的 你好比原来台湾做过咱们节目 台湾那个导演 李国修嘛 李国修 他拜马基为师 他就跪啊 这台湾人特别讲究啊 我一定得下跪 就是给马基下跪 你看啊 现在如果我们说哪一个相声 说相声的 拜哪个相声的老师为师 哪怕你电视报道出来 播出来 他们下跪 行礼 好像一般人没有什么问题 对 为什么没有问题 你发现没有 就是大家所共同知道 哦 这是一个传统 行当里的传统 就是说说相声的 好像咱都知道 甚至于说是不是唱京剧的 都会要跪拜 行这个老领 大家都能理解 学芭蕾就不跪 是吧 那当然了 就是那个人的形式 比如说一个小提琴大师 一个小提琴大师说 哪天说收徒弟 骑了孤独跪 对 进政治局不跪 对不对 但是你看 你像他说这个刘德华 曾经拜师学那个变脸 我在重庆也拜过一回 就是我会变脸 你知道吗 你会变 但我就会变异章 我跟你说也挺不容易的 就是说领着我呀 到一个什么山上 因为那老师家就住在山上 昨天就在他们家里啊 那个老师呢 人家也没 可能也没真的把我当成个弟子 但是人家就说 你不跟我跪 你不行这个礼啊 我没法教你 你知道吗 所以到人家家里 所以就电视都拍下来嘛 我就给他这么跪 其实人家这个老师也特别不好意思 你知道吧 就是说人家一个主持人 但是说这是规矩 然后呢 你知道吗 我们俩就跟贼似的 我磕完头之后 他说你跟我来 我说干什么 他们家大概就三房一厅 他领到他女儿房里 把他老婆女儿都赶到客厅去 不让他们看 传译了 传男不传女 对 就是说即便是我女儿 他不能看见的 就拉他们家 他女儿卧室里 叫得我变着一张脸 你看 你看 当时你这样做的时候也觉得好像很尴尬 不尴尬 就觉得该这么尴尬 就说人家的规矩嘛 所以你看 赵本山的问题就只是 我们不知道他们二人转 有没有这个规矩 我的问题是二人转掌门人 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对 我也想问 他这个所有二人转这一行里面 就是赵本山地位最高 真不知道 他这个门是哪一门 这个梅兰峰 这个马连梁这个地位 反正这是新浪娱乐的标题 对 你看 你要说这个掌门 我们这么分析 假如我们现在发现 哦 原来二人转 就跟任何传统的这个中国民间戏曲一样 都有这样一个传承 也都是这样子贵客头来求艺的 那我觉得无话可说 但如果这是赵本山这个发明的 比如说我搜图一试 他也没讲什么门 我现在不晓得叫赵门的掌门人 这么闹法的话 就可能有争论 你比如说哪天陈冠希出来说 我现在是裸照门掌门人 说大家想学怎么拍照吗 先给我跪 一定有很多人跪 然后就说你那些关系转过来 裸照门掌门人 真的 你知道这个那个killer嘛 就发放那个照片了 网上有很多那个网友啊 就写的 跪求 跪求killer再次验照 他才是裸照门掌门人 大哥再发点吧 都是这样 那个我跟 我陪阿诚到北大做过演讲 那一两百人的大学生挤得满满的 跪阿诚啊 没有 挤得满满听讲座 但是其中有一个提问者起来 他就说 这个阿诚老师 我是很早 他是半天前就来了 就是大半天等在那里 站那个中间的位置 我只有一个希望 你一定要答应我 什么希望 我要帮你擦鞋 啊 结果阿诚就很不高兴 就是说他其实就觉得 我讲了半天 你来了这么一个学生 就是说 整场演讲听完了 就是要帮他去擦鞋 这是干什么 这个就是反差了 我们刚才讲形式跟内容 完全同意你 某些传统的这些 这些记忆 学问 他有这个形式 你会觉得很自然 但是有些的比方说钢琴啊 芭蕾啊 对吧 你有些老师 比方说你今天找钱中书 要张龙熙找钱中书 拜你为师 破一跪下 钱中书肯定吓一大跳 你说对不对 你的学问是这一套 讲的是这一套 你再用这样的理 我总觉得这个瓶子跟酒之间有点关系 这个你也得看是什么关系 你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去拜一个 比如说拜华罗根为师当年 数学大师 那么学数学我们好像觉得还用不着下跪 对不对 有吗 有跪的吗 没有嘛 但是你假如说是传统的 比如说一些传统学问 你比如说以前我们儒家 中国传统 向来就看到老师下跪 是很应该的 就过去传统是这样 那友文到现在也坚持啊 比如说前阵子 大家讨论那个师道尊严的时候 不是电视台去拍吗 这个钱文忠给大家示范吗 钱文忠 怎么样呢 电视台拍他去给纪献林下跪 纪献林不是在病床上吗 那闹不清了 反正纪献林是他导师嘛 真的是指导他的老师 他是入门弟子 而且听说他是关门弟子了 那么你这种情况说他下跪 你觉得行不行呢 这个我就分开两个 你刚才讲就是说 有人要给谁擦鞋 给老师擦皮鞋 那我再给你讲一个 就是说他要是发自内心的这个崇拜 是发自内心 这个绝对的发自内心 你比如说 阿成又不是做官的 他杀些没有任何好处的 当年 崇拜你啊 你记不记得 当年齐白石也说过 愿意做这个这个明朝的那个画家 徐青藤 徐渭 愿意做青藤门下一条狗 一条走狗 就是太崇拜了 我愿意甚至我愿意给他磨磨离职 愿意给他做小书童 那做狗是形容词啊 是形容词 磨磨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跟插鞋不一样啊 磨磨跟插鞋的情况是不一样 插鞋是就是说 就是他有一种降低人格 我来帮你做 那这样来说吧 你心派一点 作家他就受不了 他觉得我不能 你能接受有人帮你 就是在这种 而且是大众面前啊 他不是在一个私下 你要是你是他的学生 你们在一个旅馆里住 他帮你的鞋去清理一下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个事啊 包括这个事 其实钱文中的事也惹起很大争议啊 这个事呢 现在他的背景啊 我们要了解有一个背景 什么背景 因为最近几年不是国学热吗 国学热的同时呢 我们知道民间开很多私俗 重新传授四书五经 开始大家又讲汉服了 对不对 越来越讲就是传统潮流 那么中国传统天地君卿诗 诗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下子呢 这种诗道 我们应该尊诗重道 那么这些东西又拿出来讲的时候 是在这个背景底下发生这些现象 这个背景呢 是有很多传统要学习 我们这一代人 我第一本出书的时候 送给我的老师 钱古荣教授 我不懂啊 这是年轻真不懂 老师还给我写序的 我就写了 钱古荣先生指证 结果钱先生就把我叫去了 不能这样写啊 怎么能这样写呢 把我批评一通 怎么写呢 武师古荣 指证 他说武师啊 是我们这种直接的诗诚 你才能写武师 你今天碰到另外八经你就不能写武师啊 他不是你的老师啊 你只能写八经老师指证 就是说那老师 不是展点门派的 但是你信千万别放上去 你信放上去是很深分的 对 那是很一般的朋友 对 你看这批评的我脸都红了 这是基本中国人 就是学生见老师 你看我们这么浅的底子 当初老师就收了我们 我后来是觉得 当然了 我不能给他下跪 我们下跪这个东西 他受不了 但是像这种东西 你是不是应该学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规范了 你看 英语里头 他还是有规范的 我注意到 你边写信 他都有一个 比如说 You are dear 什么什么 就是你的亲爱的什么什么人 你看他好像还有一种惯用语 不 在这种场合 英语反而简单 就一个字 to someone to professor 他只有一个 中文复杂的不得了 我后来问过 有非常多的 但是你觉得 你这老师这个 是不是也忒矫情了呢 不不不不 这绝对不 当然有必要 你没有把它看作老师 就是如果你这样来写 跟你写这个字的话 反过来呢 老师给学生写信 也有讲究的 就你有时候 比如说 叫你呢 可以就叫文涛 但是有些老师呢 他为了要显示 就是 也不是显示 按传统啊 有时候老师跟学生写信 这老师要表示 学无分先后 达者为尊 这种情调 或者气派在里面呢 他会怎么写信呢 他会写的 就是叫你弟 你别 千万别以为 你就跟他称兄道弟了 他能叫你弟 这是他的一种 自签 你比如说像 我以前看很多老师写信 比如说像 钱穆 写信给言根旺 他就叫根旺弟 根旺贤弟 这样子 然后后面呢 就自签是于兄 是这样叫的 对 你像有些 像徐老师 你你你你这个年纪的 而且这个学问什么 都是我的老师 写了本书 送给我 我一看 他他写一个什么呢 文涛大凶 大凶 没有大凶 大凶 大凶 我说不是 哪有大凶 大小的大 兄弟 也没有 他这么写的 我一说 哎 这老师 你怎么能管我叫大哥呢 这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 大凶 大凶 你说联系 那个时候 徐老师骂那个 李扬疯狂英语的那个 就是下跪事件 你就骂的那么凶 那当然了 他那个是一个公众 那么多几万人 在一个人的号令下 大家莫名其妙 就这么就这么跪下来了 对 这这种跪的场面啊 叫人你知道太多了 所以我们我们有种感受 就是中国人 怎么那么容易就跪 中国人膝盖软 中国人喜欢跪 蒙点什么事 你像我记得 我就老说那个台湾 那个什么 倒扁的嘛 对对对 你倒沉水扁 对 你倒沉水扁 你给他下跪 那大学生说 往那一跪 沉水扁 他要不出来 我们就不起来 他就跪什么 对 你给他下跪 你应该冲进去 他要请愿 就是说我们 不过三行的作用呢 的确是有 但是外国人会这样吗 当然不会 外国人只会对 就是人间以上的 就是神 对啊 而且也是单腿跪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无跪 咱们就 就算是双腿跪 比如说在教堂 你会看到 就是他们会跪下来祈祷 但是那是跟神啊 对 见到人的时候怎么办呢 最多单腿跪 以前见到国王 像现在见英女皇 要不然就是欠身鞠躬 最多最多 就是单腿跪 这不就是当年 这个马尔戈尼 记不记得 英国那些使臣 来华访问 跟清朝皇帝 跟乾隆嘛 跟乾隆 乾隆 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外交史上的公案 就他不肯跪 他说你是人啊 所以我见到 我们女皇咱也是单腿跪 我干嘛给你双腿跪啊 说双腿跪是给神啊 这是多大的一个公案 然后当时清代就传 他们看不起英兵嘛 英兵要打香港的时候 他们就 对他们分析 就是说这些鬼呢 腿不会弯 腿不会打弯 他们认为他们到现在香港警察还是这么走路的嘛 训练的时候啪啪脚翘 而且香港拍的那个僵尸片全是腿不会打弯式 他们说这些鬼啊 就是不会打弯 所以我们就不是那个时候叫义和团红灯罩吗 我们小时候以为是义和团就是男的红灯罩就是女的 后来才知道不是 红灯罩一定要处女 对 真打弯 对啊 他们说处女才能够治那些腿不能打弯的 哦 就现在讲起来很性别 很那个歧视的 就红灯罩全是处女 这样来歧视 不过还有外国人有一个地方啊 他会跪 就是男人呢 求婚呢 他对女的单腿跪 对对对对 啪就跪下了 中国男人哪看像女的跪 一定要女的跪在男人前面扶持老爷 当然 现在中国男人也跪错本了 当然 当然 我给他跪呢 我不是 我其实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走 从这个纪绑开来走向新纪元的角度说 就是说 中国人爱贵 这是地球人都知道 是吧 这跟咱的历史有关系 那么这种玩意儿 是不是以后在新一代身上可以废除 就是说 别再这么膝盖软了 因为我现在已经发现呢 开始教小孩贵了 尤其是很多国学班 你看到没有 就开始训练 小孩也贵 那么有些人认为呢 我们是中国人 贵是我们的传统 我们应该保留这个礼仪 就像保留握手这个礼仪一样 我提出的问题就是 照你们的看法 还要不要以后拿这说事 你当然你比如像相声行里的什么二元传 就是说你旧的就是旧的 但是是不是不要再起心的了 我觉得是这样 你要看到就是不只是中国人爱贵 整个东亚都有贵的文化 你比如日本就比我们还会贵 你仔细看 日本人 比如说日本的贵法不一样 日本不是贵吗 不不不 他们吃饭的时候 他们那个脚的放法就有点像我们贵 我有他们这里 我有一次做讲座啊 他们说你坐在那里 站在那里 讲座规格不高 最高的讲座是在一个饭店里 就是像贵的形式 所有听的人都是贵的形式 我做过一个讲座 讲完以后我起不来了 我趴在地上了 他们那种贵法呢是这样 就是双栖是着地 对 然后呢 要鞠躬贵了 还有鞠躬就两个拳头放前面 在榻榻米上面 然后在整个天下去这样子 那么但自己常见的 比如说很多企业 比如说见到老社长 或者是要道歉的时候 他们也常常贵的 对对 比如说特别是 当然看环境 不是说一般的这种地板就贵 他说榻榻米的地方呢 传统的地方 进入传统空间 这种传统礼仪就出来 泰国人也贵 泰国人比如说看到国王 就是泰国的贵法有点像座 是另一种弯在一边 而且泰国那种贵法 比我们更隆重 它是整个人半边贴到地上 这么贵下来的 那挺慢料的 对 所以呢 你看整个东亚 都有这个贵的文化 现在问题就是说 我们要了解 这个贵是怎么回事 贵是大礼 是大礼 在中国也是 在各个文化都是 这种大礼 礼这个东西要有情在里面 看你为什么而贵 我觉得这是贵的 而且这个情 比如像日本人有时候 他很严重要盗窃 为什么他要贵 他要显示 我这个盗窃 是多么情真意切 迫切到 我只有不贵 我无法消除 我的这个歉意 那么现在 我觉得问题是 中国人太容易下贵 是我们这个贵 没有真情 就随便贵 你说的太对了 我今年春节 是屈服 是为了利益 对 我初期人日 我还贵了一晚 我想象我贵 父母我也没有贵 我去我们河北正定 河北正定大佛寺 龙兴寺 那是中国保持明代的寺庙 梁思成 那个中国建筑图路 我为什么也贵呢 就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我这个 静心的一个方式 有一种神圣的东西 内在动机很重要 就是说 我不是拜什么偶像 实际是自己啊 找一种全心致志的一个 就是全神贯注的感觉 做某种动作 让自己得到一种 全神贯注的感觉 就像他们有人说呀 就是画那个符 你知道吗 画符 其实过去说画符 怎么样能灵呢 一就是说 完全没有杂念 一口气就完全心思 单调在这一个上面 哗画下来 据说这样画下来的符 就特别灵 其实就是说 高度集中的这个效率 力量 你说到这个 我就想起来 比如佛教里面 也有很多贵的仪式 对不对 类似于贵或者说 但那个贵 又跟我们刚刚讲 这种贵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 同样是贵呀 在不同文化 不同传统 讲究不一样 比如说我举个 藏传佛教 好 藏传佛教 咱们广告之后再宣传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文道也跪过 对我跪过 比如说我们家 是很规矩的 有些东西 比如说每年过年的时候 年一过年三十 晚上凌晨 年初一早上起来 就得奉茶 就得跪下 就得磕头 甚至那时候 我结婚的时候 我老师来 我闹得很尴尬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的硕士论文的导师 他教的是西方自由主义 政治哲学 最讲究最开放 对 讲什么 罗奥斯 讲自由主义 海耶克这些 我跟他学的也是这一套 很西话 结果我妈说 不行 这个得上台 给他跪一下 老师来主持婚礼 你得跪 他也很尴尬 那就是婚礼 那又是另外 没错 那是另外 他也 但是问题是 他也尴尬 我也尴尬 因为你知道 他是那种很西话 满脑子都自由主义的东西 然后 哎呀 这怎么办呢 还是得跪 然后另外 但是你说到跪呢 你看到这个跪这个东西 它是真的是 你要 我说说 讲赵本山的事 不能把跪抽象出来讲 你要把这个跪 还原到他的脉络里面 他的语境里面 他的跪有没有意义 我举个一样 像我刚刚说 这个藏传佛教 不是有大礼拜吗 对 你们看过这些藏民 就一路这么 无体投地 无体投地到拉萨 对不对 旁观者都会觉得 我虽不会那么贵 但是我很尊重他这么贵 你太佩服了 对吧 肘子膝盖都磨破 鲜血淋迪 但你知道他有特别意义的 他特别意义在哪 就当他这么跪下去的时候 拜到地上的时候 他的眼光是贴地面的 他能看到虫子的 他会看到一些马跟牛的脚比他还高 这时候你切身体会众生平等 我是跟万物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 你看我也有我的意义 你知道吗 我也无体投地 拜过 拜过半年 每天拜一次 拜一百拜 你知道吗 但是呢 我是当做一种这个跑步机的代替 你知道吗 我也冲着 然后也冲到蚂蚁 我冲着佛拜 这样能够增强你的这个自律性 因为呢 毕竟还有个佛在那 就是今天没拜 有点不好意思 还拜吧 一身大汗 身体得到了锻炼 是不是 你何必拘泥 那是什么呢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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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